河北石家庄疫情严重 确诊病例暴增 1月9日官方数据显示 当日新增44例本土确诊 13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年龄层广泛 从半岁大的婴儿到82岁的老人都有 多名确诊者参加婚礼 当地出现拱台物价囤货等情况 当局鼓励举报相关人员 10日石家庄新增11个疫情中风险区 副市长宣布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目前 大陆共有63个疫情中风险区 除了河北省的28个之外 北京市有8个集中顺义区 辽宁省30个集中在沈阳大连 黑龙江省7个全在黑河市的爱辉区 不过黑龙江的疫情超出了黑河 9日隋化旺奎县出现病例 是一名30岁的孕妇王某某 跟10岁的长子张某某 他就读于县和平小学 王某某目前有孕3个月 无法进行CT检查 该县对他的居住地封闭管理 暂停医院门诊业务 全员核酸检测 教育机构娱乐场所 个人诊所都关闭 养老机构封闭管理 停办红白喜事 大陆各地官方防疫措施持续升级 一周内7个省份跟直辖市 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 内蒙古处处是战场 1月8日下午 赤峰召开动员大会 全市进入疫情防控战时状态 要求各类人员非必要不得外出 停止大型的娱乐活动 红市缓办 白市减半处处是战场 防疫死守 管好自己人 官方消息 赤峰近日有石家庄 形态往返的3660人以上 河北的疫情来势凶猛 1月5日全省进入战时状态 石家庄高城区是高风险地区 这是全国的唯一一个高风险地区 6日起 石家庄三天内 检出了354人感染中共病毒 宣布封城 截至9日早晨 石家庄集中隔离11708人 隔离场所120个 公交地铁出租全部停运 6日南宫市宣布封城 公交车停运学校停课 目前河北省有17个疫情中风险区 一个高风险区 北京进入准战时状态 8日下午通报 全市共有8个中风险地区 自8日起 大型机场 首都机场 11条班线停运 环京地区防控升级 进京通道被严格管控 官方突然要求通勤组 必须出示核酸证明进京 很多没有准备的百姓被迫返回 网友说 7日早晨开始进京车辆受限 导致大堵车 根据北京官方通报 大陆疫情目前人传人 物传人 聚集心无症状频发 2日晚黑河进入战时状态 当局封城 市区车辆进行交通停运 学校停课 20年12月20日 大连进入战时状态 一名超级传播者造成了33人染疫 各地疫情持续 变异病毒接连出现 1月7日河南安阳进入准战时状态 3日宁夏零雾进入战时状态 20年12月30日 上海市发现中国首例变异病毒感染病例 1月2日广州市发现变种病例 5日山东省发现变种病例 据报道 这种变异病毒的传染力增加了40%到70% 谢谢收看今天的纪元播报 我们下期再见